哈囉我是阿滴 哈囉我是滴妹 今天我們又要來挑戰 直考考題滿分 我們又要寫直考了吧 對 我們一年一度的 你是不是覺得 只要我有一天沒有考到滿分 就是要一直繼續考下去 對 因為到目前為止 作為哥哥我一定要給你一個舞台 證明你也可以拿滿分的 其實這次我原本也沒有打算要做 但是就這個月的影片底下的留言 看到很多人留言說 請做直考 請做直考 還是做一下好了 但我覺得講到這邊要先跟香港的小弟們 講一聲抱歉 因為我知道 只要每次我們出這種考試的影片 下面一大堆人就會留言說 請挑戰DSC 超多的 嘘 這邊給大家看 這麼多 但是我們研究之後發現 DSC它實在是太複雜了 而且它其實很主觀 它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對 它沒有標準答案 很多是鄙視 所以這種考試很難透過影片來呈現嘛 但主要是因為這考試很長啊 好的 言歸正傳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 107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聽英文考科 這次你有信心拿滿分嗎? 我希望他都學乖了 我都不要講說我會考滿分 我原本忘記我上次是不是滿分 你好像是滿分 我工作了 兩滴 我全隊 YA 所以的確啦 今天的影片就是給滴妹一個舞台 就看你發揮了好不好 還是說今天我不用考 因為我都滿分過 我已經證明過自己了 你不覺得就是亮妹妹在這邊讀這考試很殘忍嗎? 沒有 我可以打爐實啊 所以很殘忍呢 我這次有看新聞 然後有人把這次的指考英文稱之為是 像是在做極限運動 雖然我不太確定他的意思是什麼 很刺激 很刺激 太怕 很帥 我覺得每一年新聞都會寫說什麼 噢 浮往別的難 史上最難 對 每次都這樣講 哇好煩 他我們每一年都要考 哈哈哈 最好明年就是說 今年的考題 最簡單 無聊 無心意 簡單 那我們就不要考了 所以我們這次呢跟以往的影片都一樣 我們不用說特定限時幾分鐘之前考完 還是說要限時比較刺激 不然我們定時個30分鐘 我們每次定時的壓力好大喔 半個小時應該可以啦 好啦就半個小時啦 不然我們計時半個小時 極限運動的指考英文考題 這我不是要限時 我傻眼 有沒有沒有看到限時 這跟剛剛講的不一樣 好那我們就計時開始 結束了 我覺得很敢 應該不要設定那個時間線 我覺得半小時有點 為什麼要自己搞這樣 我剛剛幾乎沒有檢查到 我剛剛也幾乎沒有檢查到 我就是整個做完 它比我想像的花更多時間做 因為我原本以為說 有半個小時我可以順順的坐下來 閱讀測驗了 就這種文周周的 對 它的閱讀很heavy 它前面蠻簡單的 還可以 所以所以從前面到後面有一種 一開始就是有點緩 然後後來就是突然要登玉山這樣子 我覺得今年這個指考 可能是我們有史以來 我會錯最多的指考試 你不是要挑戰滿分嗎 不是 那前面我沒有講說我要考滿分啊 哦哦你沒有講是不是 對啊我沒有講 我真的沒有檢查 它有擠題圈的 空白沒有寫答案的題目哦 在一分鐘內全部填下去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對答案吧 來 哈哈哈哈 表情很痛 丟臉 D B B A A C B B C D D 耶如果錯的話就 對啊 前面 打屁股 前面真的蠻簡單的 這是你 你寫錯是不是 我一開始想寫錯了對對對 改 我這次有蠻多改的 D B A A C OKOK好我們 一一小步有對 結果要打勾 給自己信心 A B B C C C 我看到我錯了 你看錯了 我錯了 我剛剛 我剛剛就是這兩個在選 我屁啊 我不是 我是說啊你又要選錯了 這是的 你對耶 B B C C C 等一下哦 這個是 B B C C C E J A F H 好 那我這邊都對啊 那你就沒有勾了 哇 不一樣了 哇 哇 F D C E B 我錯了 欸這很像一個小勾 F D C E B 欸好像不錯哦 等一下沒有我 後面的兩個月策 我塗得超辛苦的 我真的眼睛都花掉了 好 A C C B 噢 噢 噢 不是我覺得真心 欸這個答案 最後一次 你先幫我打勾 你先不要講這麼多 先幫我打勾 謝謝 又有不一樣的了 又有不一樣的 各位觀眾 路死誰受 這個是 C A B A OK 金大哥 我的勾不好意思 欸為什麼這麼小 為什麼勾這麼小一個 我們改完了 阿滴的分數 總共是 71分 我被扣了一分 這樣的可惜 就是 啊二碗這樣子 還好啦 你沒有錯的 你第一次纏 6分吧 還好啦 我很6 你很6 跟著RDD妹說出6英文 喂 書本拿一波 業配一波 馬上拿來 跟著RDD妹說出6英文 其實大家 You didn't see it coming 對 其實是業配 哈哈哈 滴妹今天 特地為了要順傳我們新書的關係 說出6英文 就是6英文 因此呢 考出了66分 對 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的分數其實也是要宣傳 因為71分 7減1等於6 6 大家懂 大家懂 不要不多說啦 不多說了 真的不需要多說了 不多說直接買一波好不好 直接買一波 連結在更多集團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每禮拜一四晚上 9點準時發布 總之呢 這就是今天的考試 它真的是前面簡單 然後後面 就越來越難 但是有一些蠻有趣的 像我覺得 第16到20的題組 它不是講到說就是那個 指甲在中間會有的一個小白點 咦 是嗎 我從來沒有有過小白點 在國中的時候一直聽說 就是如果你手上 指甲有小白點的話 就代表 有人喜歡你 偷偷愛念你 所以那時候我手上有小白點 我都很得意 嗯 這隻要被告白了 你知道 結果都沒有 所以我在看這個題組的時候 就想到國中的回憶這樣 腳踏車的那個也蠻有趣的 嗯 基本上就是一個德國的發明家 然後創造出了一個 腳踏車的 出版 出版 原始版 然後它的名字很像Cyle Drogo 不覺得它的名字念起來 就像是權力遊戲裡面的名字嗎 Cyle Dryas 對啊 Cyle Dryas 還很像 Draca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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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心思外心想這個 傻眼 然後LiFi也蠻有趣的 LiFi OK 跟網路相關的 我們千禧時代的小朋友本 那現在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無確定跟我們錯的嗎 對 沒錯 本意選的是我有錯 我錯在第23題 我原本選B 但是後來我改成L Fish Culture 很怪 很怪 不太會有聽過這樣子講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正確答案沒有錯 因為它這一整篇就在講有關Aquaculture 對對 但是我這邊選的是L 我選Treated 它是符合文法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懂 因為我覺得Fish Culture太奇怪了 所以我就選了L 沒關係啦 因為其實 7-1才是 我們重點是 說書6英文 你還要公開 我錯了一題 我錯了一題 對 然後這一題我那時候真的也是AC一直在選 但是我後來沒有選C 是因為我不知道Gabelle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Gabelle可能就是Royalty的意思 Gabelle就是Royalty的意思啊 你雖然不知道Gabelle是什麼 但是你如果往後看的話 這一句的最後面 Particularly to the poor 就直接講到窮人 然後Nobility and Privilege will accept 所以這題其實 所以這題就是真的是 就是錯啦 就真的是錯了 再來是瑞族測驗 Bicycle 我覺得沒有什麼疑慮 Bicycle 還蠻順的啦 只是我 我做前三題的時候就想說 欸 他們設計故意三個都是D喔 狡猾喔 就是如果用猜的人的話 就可能會這樣子 或者是不太確定的人 就覺得 嗯 上兩題都是D了 是不是要改 要不要改一下答案 改成C 再來 四四題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A太瞎了 就是他感覺講這句話的人 是一個很負能量的一個小屁孩 Yeah sure Large beetles are shrinking thanks to climate change I'm like is this the right answer? This doesn't sound scientific 對 這個是一個讀起來很怪 我就覺得太廢了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 你知道我選了一個非常 scientific 的 Animal ecology past and present 很科學 對 就很科學 因為他是在探討一個科學研究啊 我其實也是A跟豬在選 然後我後來選A的原因是因為 它這整篇的文藝 都是在講假蟲變小這件事情 雖然最後面有講說 Some ecologists are cautious about these findings 不過它只有一句話而已 大家知道這種考測閱讀書 它在考的是短篇閱讀 所以你要選的答案 都是最符合這個短文的 我們上一部在做學測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爭議題嗎? 他們不是跑去問原作者 說你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結果他說 應該是B嘛對不對? 但是大口中間還是把答案是C 原因是因為在那個短文當中 有cover到的 它的核心是C 所以大家還是要以最主要的內容 跟立場是什麼 來去作為答案 沒錯 我覺得就是不要想太多了 最後一個我讀超久 我錯了第五十一題 highly centralized approach in the third paragraph 是指什麼? 這個的話 centralized 嗎? 所以它其實就是在講 前面這種很中心話 它把所有的種子都放在一起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它其實是在這邊 是在說最後一段的第一句 the dispute about how best to... whether we should work with communities in the field with or with institutions 這兩派 是說要比較實際的在農田裡面 還是說把它們全部蒐集在一個地方 用比較中心化的一個機構 所以後面它在講說 the highly centralized approach 就是institution 阿滴解題老師在這邊為各位解惑 我這題應該也算是理解錯誤 我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 我完全沒有理解到我到底在讀什麼東西 這是閱讀疲法 當你大腦太疲累的時候 真的會發生什麼狀況 所以要怎麼樣最好的避免就是 你在考試之前就要養成閱讀習慣 平常就多讀一些小短文 你才不會進入到這個路 所以這一次的指考 我覺得考起來有一點點像多意 好啦算成功 錯了三題 錯了三題 其實不多 但是都是扣分很重的題目 都是在閱讀課言 所以是扣了六分這樣 還是成功啦對不對 我們全部在三十分鐘之內完成 宣傳我們 最基本上的宣傳新書 跟了阿滴弟妹叔叔哩英文 希望大家有學到一些東西 有看我們考試 我覺得每次考完試之後 對考題都更進一步了解 然後更知道說 大 NV 到底想要考什麼 帶出一些些可能解題的體 Cyber 希望對可能下一屆要不考試的同學們會有幫助 好的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雖然說前面我們有很多開玩笑的部分 不過呢 這個第二本書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對 真的 可以 可以購買一下 內容非常的實用 是我們十句採用英文的延伸 可以大幅提升英文口說能力 各大同路的購買連結 我們會把它放在更多資訊裡面囉 And that's a wrap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我很累 好啦 我們下次不要計時了好不好 很累了 素蘭要去睡覺了 拜拜 你都沒有幫我 拜拜